好的 那我们来裁剪这块发型 首先来定长度的部分 非常标准的一个等量分区 因为我们人的发际线是非常不规则的 所以说我们跟随发际线做了一个分区 也是一个很完整的圆 大家看到我们剪所有头发都是这样去分区的 也是我们这个体系里面的万能分区 好了 我们把头发全部从中心线分开 分到两侧 先点定长度 定长度 梳子老实的放在分线上 请接头笔往下梳 停一下 左手轻轻加注 人站在发片的正后方 点减全打掉 那我们在剪的时候 所以我心里要默默的去念这些东西 但是不要读出来 那我是为了读出来让你们知道 你在客人面前就不要读出来 OK 书子老实的放在分线线上 紧贴头皮往下梳 停一下 人始终站在发片的正后方 拿掉 为什么我喜欢用大刀 就是快 因为我们在现场一定要效率 有时候你剪一个长度 就需要几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麻烦了 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百块剪完了 OK 好 发型师要跟自己留余地 剪完以后 可以先运留长一点 千万不要剪短了 长了我们可以再来 它短了就没办法了 那我觉得长了 我们稍微短一点 发型师跟自己留余地 我再剪较一公分 点剪就好了 点剪的头发非常的柔和和自然 如果说 你用平剪 OK 好 大家看在这个长度 我们待会吹干和做完造型 就在这个位置 对 要缩上去一些 好了 我们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就更容易了 我们把剪过的头发 做一个参考 同样的方式 说指老师的方法分分线线上 请贴头皮书下来 拿掉 剪头发从自己先不顺手的一边开始拆剪 如果说你哪边不顺手 从哪边先剪 我们人一定有一边是不顺手的 有些人可能在左边 有些人在右边 继续 本始终站在法片的正后方的位置去拆剪 继续 拿掉 形状我们偏走圆的形状 剪头发通过这五个维度去裁剪 非常方便 哪边里头偏一点 OK 拿掉 快速的找到长度 发型的变化首先来自于长度变化 哪怕我们没有层次 长度一定 整个风格立马变化了 好 好了 前面的长度定好以后 我们来剪整体了 把所有头发向后提拉 对的 向后提拉 向后提拉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在转角点的位置 在侧面和后面转角的位置 这根头发的长度左翼到线 我们中间剪一条旗线的就好了 拿掉 大概在这个位置 拿掉它 对的 继续 拿掉它 点茧的话 不要点得太整齐 很多人也是用点茧 但你点出来跟平茧一样 在当下的美感 是需要柔和和自然的 OK 好 点完以后 我们跟随后面的长度 往前面去 拆剪 拿掉 连接就好了 做了连接就好了 打掉 那我们刚刚定的这个长度 就不要去变化了 继续 如果在现场 应该一分钟以内搞定这个事情 继续 在现场 我们时间就是业绩 继续 继续 剪头发 在我的概念中 不是越慢越好 绝对不是 是你这几个元素 就跟我们写文章一样的 不是越慢越有感觉 好 OK 那已经有第一层的 这领导线 那就好说了 我们把所有头发放下来 如果发量特别多 我们分三层去剪 发量比较少 我们就直接来了 因为我们这个头发 不是剪凌层次 是有层次的 所以说 我们可以分两层就够了 越往上 我们梳子要用宽子 出去梳 因为上面的话 肌面越大 一定要照顾到头发 自然垂落 自然垂落的方向 好了 我们现在已有引导线的 低头 对的 剪头发 很多人看起来快 其实很慢 当你心中有形 手上有弓的时候 非常快速 继续 已经有引导线 作为参考 拿掉 继续 当然刀一定要稍微好一点 不然的话大片头 你是剪不动的 继续 继续 已经有参考 拿掉就好 准备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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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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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 顾客的肢体预言 他如果在一色 剪另外一色的时候 头是偏的 角度是15度或者是20度 剪另外一色也是同样的肢体预言 那在现场有时候 我们设计师去跟顾客剪头发 剪左边的时候是端正的 剪右边的时候客人就打电话 很容易造成 就是我们最后的视觉的平衡度不多 剪头不一定要对称 但是它的平衡要有 不知道它没有美感 很多人老师问像老师拍照 怎么才有美感 美感是从多方面来的 好 长度已经定了 我们来剪层次的部分 好的 那我们来到层次的部分 层次的部分同样我们用等量分区 跟刚刚刚剪长度还是有些不一样 那这个分区的裁剪 跟我们以往剪头发的分区是一致的 在剪之前我们先去脚 等量裁剪里面 一颗等量裁剪里面去脚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要去脚 因为我们的说过 发际线是非常不规则的一个部分 我们必须把天生脚去掉 天生脚像冰脚就是天生脚 把它拿掉 对 那还有一个 紧侧转脚也是多出来的 如果这两个部分我们不怕去掉的话 我们在最后做吹风造型 做看发的时候 往往在现场去脱的时候 它最后多印出来 就是这个脚的部分 好 继续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 我们先把天生脚去掉 冰脚 拿掉 剪掉一厘米就好了 继续 剪掉一厘米 OK 好了 那我们来正式剪这款头发的层次 这款层次我们说过 剪掉零年五公分就好了 几乎没有什么层次 很低的层次 同样的方式 我们先分到耳垫的位置 把所有头发向下梳理 向下梳理 然后把这个脚拿掉一点 再把这片头发往后梳理 从发根梳出来 找到底线不动 直接剪掉零年五公分就好了 剪完不管它 继续开斜后的线第二片 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 这个体系的裁剪方式 又为什么呢 我们在剪头发不用开引导线 这片剪完了不管它 继续开第二片 拿起来 找到底线不动 直接剪掉一厘米 或者是零年五分都可以 好 把这片固定起来 不管它 继续开第三片 那我们在剪的时候 要注意高点和低点的一个重叠 不然的话形线容易短削 什么叫高点和低点 我再着重讲一下 当银片发片输出来以后 因为发际线是非常不规则的 它这个是高点 这个是低点 如果高点和低点不 重叠在一起剪完以后 耳朵这个缺口就出来了 那不光是耳朵缺口 冰角和前面的前侧点 以及紧侧点都会出来 那底线就会 伸次不齐 层次也不会均匀 这样头发 照完形就会受影响 那我现在会把两个点 把它输到一起 高点和低点的重叠 直接拿掉 这样剪 我们的外线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继续下一片 剪这个头发 如果你控制到这一点的话 怎么剪都可以 我要层次高 那我就多剪了 要层次低就少剪 这片头发 拉到后部剪掉一厘米 对了 继续 很多人这样剪完 没有找引导线 找上一片做引导线 会不会是连接的 必须是连接的 对于我们拉的层次的角度 没有太大关系了 因为我去的都是一公分 继续 这样我们在现场剪头发 非常轻松 就是没有压力 怎么剪都可以 如果在现场剪头发 很压力很大 湿物力很高 就不是我们想要的 继续 对 拉掉 继续 漂亮 剪过中心线 只要是开斜后的线 剪圆的发型 全部都要剪过中心线 这样的话两边才会对称 拉掉一公分 继续 再剪一片 不用看传统的引导线 拉掉就好 好了 那这边我们剪完了 剪另外一侧 非常简单 这个体系非常适合 我们在沙龙去裁剪 好 另外一侧 相同的湿度 相同的密度 相同的一个肢体语言 同样的方式 我们把耳上点的头发 梳出来 往下梳 相同的湿度 往下梳 把前面这个角拉掉 好 拉掉以后 后来我们向后梳理 底线不动 剪掉多少 一厘米 所以说我剪的这一侧 和另外一侧 都是 都是对称的 层次也是对称的 长度也是对称的 继续开斜后的线 同样的方式 同样要注意的是 高点和低点的一个重叠 也是A比两点的重叠 找到底线 剪掉一厘米就好了 干净一裸 对 继续 看斜后的线 不让它看得清楚 我夹起来 大家看 在现场就 我不会夹它 往后去带它 拿掉明义 往后带也是为了避免 行线短缺 OK 继续 往后带 找到 你看这是另外一侧的 非常容易能够剪得 非常吻合 剪头发非常轻松 继续 那我们这期的视频 都是完整版给大家的 中间没有任何剪辑 市场上像这么良心的 教程已经不多了 大家保存一下 好 继续 同样的 剪 过中心线 两边 继续 继续 好 没有课剪的了 好 这个区域剪完 我们剪下个区域 来头 来 明明 对 好 留会儿我们先保留 留会儿是单独区域 好 我们再分一个区算 通过四个扇形 组成一个小的圆 再投一 因为这种分区 能够把我们的头形均匀地分出来 我们的发起线就是这样 这样生长 好了 开斜后的线 我们看清楚 开斜后的线 拳头都是开斜后的线 拉起来 找到底线的区域 直接减掉一公分 对 不用看提升角度 你剪掉一公分就好了 好 剪完不用管它 继续下一片 拉起来裁剪 等量裁剪 就是每一片剪的都是一样的 叫等量裁剪 继续 继续 拉起来 拿掉 OK 继续 快锁 拿起来 拿掉 比如它有参考物的 有参照物剪的话 就非常轻松 继续开斜后的线 点剪就好了 不要用平的接口 继续 拿掉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很快 在现场剪头发 如果说你控制客人的话 不能超过 剪结构不能超过十分钟 到十五分钟 不然的话 那客人如果要烫发染发 时间非常长 但我们放在调量和密度调整上面的时间 可以放长一点点 继续 拿掉 继续 拿起来 找到 每次剪的都一样的 长度 所以说你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要剪掉多少 不用看引导线 剪头发并不是说难度细数越高 头发有值钱 客人只会问你的美感买单 问你的作品买单 作品好不好看 这是他关心的 至于你剪的难不难 不是他所关心的 继续 很多人剪头发问的炫技 继续 拿掉 你看 非常左右能够很好融合 剪到最后一片的时候 我们一大片 OK 两边能很好的一个融合 好 最顶区 同样的方式 我们把中心线的同样的方式 先分出来 拿掉 连接到哪里呢 连接到顶区 刚刚我们剪的长度 顶区 我们刚刚有剪的一个长度 出来 好 上下都有长度的时候 我们 做连接就好 很简单 一点都不复杂 如果说你现在对分区 不是很了解的话 你刚刚 我们在剪之前 黑板上 有个分区图 大家可以去截一下屏 上下都有长度 继续 继续 好 另外一车 上下都有长度 继续 上下都有长度 上下都有长度 没有任何多余的 这种裁剪方式 非常的精确 好 我们的层次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剪牛海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过 剪一个偏 法式一点 哇 它可怕特别容易卷了 好 那我们喝水 相同的湿度 我们在喷水的时候 一定是喷均匀 OK 我们来去剪牛海 它的牛海 我们会剪到比较薄一点的牛海 继续 牛海的区域 正常的牛海区域 不要扩大 也不要缩小 那我们分 分到偏眉尾的位置 但是不要分太厚 分完以后 我们看一下 分到偏眉尾的 眉毛 好了 那我们来剪剪 我们分两到三层去剪剪 也要很快 很多人剪个牛海 也要花十几二十分钟 这样的话 我们一刻把它早剪完了 那我们从中间取出一片 定到眼睛珠的长度 就是在眼睛珠的长度 拿掉一 OK 干了以后 它会弹上去一些 好 它头 对了 好了 好了 那两侧的头发 我们同样的 偏放的 延长一点 OK 继续 两侧微微延长 点减就好了 对了 控制两边的 这个对称 刘号的对称度要高一点 好了 那这个长度定完以后 我们直接剪层次的部分 好的 那我们来剪第二层 刘号的部分 同样的 我们可以先定一个长度 已经有引导线了 拿掉 提升一点的 继续 拉掉 对 提升一点 好 牛海呢 剪完以后 我们来剪层次的部分 我们牛海放射 剪一些层次出来 对 把上面这个尖角拿掉 剪圆一点 让牛海显得没那么重 继续 拉掉 长度不变 继续 放射的发片 放射去发片 继续 放射去发片 好 OK 你看 看一下 这样剪完了以后 牛海会轻很多 柔和很多 好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 继续 继续 放射去发片 长度不变 这样柔和一些 好 那这款发线呢 我们的牛海和层次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做密度调整 好的 那我们来密度调整 它的头发还是属于偏多的 我们采用 区量10%到15%的压剪 无痕压剪去 我们把分垂直的发片 底区放掉一束 同样用八字的调量方法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用一个高层次 加一个低层次 快速 调量的方式有很多 我们只选择 就快速的 继续 拿掉 一 二 一 二 越往两边 我们去了就要少一些 不然的话 整个头发分布是不均匀的 我们要来调完以后 相对来说均匀一些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我们要心里默默的数出来 你不要一片头发剪到四下 一片头发只剪到一下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八字的 一个高层次 一个低层次 那越靠近两边 我们就少剪两下 那底区 我们有高层次 高层次是 上长下长 我们称个高层次 一 二 低层次 上长下长 我们称个低层次 一 二 OK 好 这个区域我们完成 两侧的量 本身是水比较少的 那我们就要少做 好 我们用个高层次 漂亮 高层次 一定是无痕牙剪 千万不要用剪男发的 剪刀去剪 那剪出来会很空洞 好 继续 另外一次 继续 高层次 对的 因为它这个头发 我们最后的效果 还是属于量比较偏多的 所以说我们不要过分的调 好了 好 开头 OK 顶区 顶区的头发 按照我们的惯例 应该是先来抽剪 让整个头发的松起来 同样的方式 开斜后的线 把所有 除了头领外的 两公分到三公分的位置 是安全位置 我们抽掉 头领的位置不要去做 对 好 领外的位置 或者压不住 对了 继续 开斜后的线 继续 抽掉 抽掉以后 整个头发会松很多起来 便于我们造型 OK 继续 斜后 继续 斜后 只有是无痕牙前 我们才能去 好 剪完以后 我们把发烧作为柔和 发烧 发烧作为柔和 拳头的发烧 同样的 柔和 发烧 无论是做吹风 还是做烫的话 我们都是 发根打薄 发尾柔和 继续 在发干尽量少做 OK 好 发尾柔和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另外一个动作 干嘛 收 我们的转角点 一般情况下 两侧会显得比较古 我们再多剪两刀 让两侧收进去 两侧如果不收进去 整个头会显得很大 那我们努力打造的方向 是小头小脸 脸型显小 头型显小 继续 我们在剪头发 任何一个步骤 应该都是起作用的 继续 表面不要去做 表面做以后 它会有短发出来 两侧收紧以后 头型会显小 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 刘画的部分 好 拍头 OK 它非常适合这块发型 刘画我们用 C型 法片C型和法术C型 我们分一片头发 当然我们要给它相同的 10度 就是水分 OK 法片C型 对的 分斜后的法片 继续 另外一种 同样的方式 法片C型 长的 我们不去换它 好 法术C型 我们看哪片头发 拿起来 直接做一个C型 对的 好 这边头发 我们同样的 做一个C型 C型 一样的方式 两边都是 好 这关头发呢 B度调整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吹干 我们来做线条的部分 好的 那我们吹干以后 来做线条修饰的部分 同样的方式 它的头发 反量是一片多 我们从中心线 一分为二 我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们把它扎起来 同样的方式 我们底头 分斜前的花分线 把头发竖起来 好 我们先可以换一把竖子 换这种专门用来修饰的 一种竖子 对 对 专门用来修饰 我们把头发竖出来 它本身就已经有这种线条感了 我们直接把它拿掉就可以了 对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我在这个 继续 用这个手术 直接拿掉 说出来 它就会有一些线条感存在 继续 画鞋前的花分线 剪完了头发 它落下来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就不会形成一些刀口存在 就会显得很自然 继续 开鞋前的线 它落下来 不在一个水平面上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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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开鞋前的 越往前 我们不要做的过多 因为越往前的话 头发发量会逐渐减少 好 抬头 对了 好 另外一侧 同样的方式 抬头 同样的开鞋前的 拿掉 那方法跟另外一侧是完全一样的 对 手腕动 那现在去做线条调整 是一个高度不规则的一个修剪 就完全靠你的个人感觉 去控制了 哪里厚 接哪里 哪里不通透 接哪里 就像那一块布 是非常实的 我们中间去剪掉一些空气出来 它就能够摆动 好 继续 那 你看这块布非常实 我们把它拉起来 制造一些空间感出来 它头发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些 活跃感 OK 继续 直接拿掉 OK 直接拿掉 继续 非常实 OK 拿掉 这种方式 线条调整有很多方式 那我们在这个新年会跟它演示很多手法 但是这种最中长发和长发 最直接 最简单粗暴的 而且快速能看到效果的 抬头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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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 接着 把一些非常厚的地方 再拿一点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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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掉一些 线条 嗯 嗯 嗯 不要做过多 啊 这个头发要的就是这种厚重感 啊 要的就是这种厚重感 继续 OK 好 那我们来到刘海的部分 刘海呢 啊 像这种刘海我们去处理的话 先一定要处理到自然一点吧 刚刚剪的刘海呢 或多或少都不会去自然 啊 如果你用平切口去剪的话 那我们要用一些方法和方式 让它呢 显得很自然 啊 就像剪的有一个星期的感觉 我们把所有头发 我们拿起来 啊 快速的点掉 对的啊 这样的话剪完头发就会 流化特别的自然啊 快速的点掉 对 不要它很生硬的刀口啊 继续 OK 点掉 点解 那是 点解 点解 发生 好了 那我们继续 用弯刀啊 把刘海的素状感做出来 做出一条一条的感觉啊 拿起来 做成毛尖状啊 就毛笔的这种尖的感觉啊 毛笔尖尖的感觉 对 中刘海又不会很实 也不会很虚啊 虚中但实 实中有虚 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效果啊 继续 继续 剪头发一定要剪到有灵动感啊 对 很有灵气 剪头发就是 我认为剪头发 比较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剪完头发 这款发型就像是他的啊 而不是一眼看到的时候 不是被某个地方给强自信的吸引去了 而是先关注他本人 然后再才能看头发 因为头发始终是为人服务的 我们有些发言师 其实是让人为发型服务就犯了 好了 那这款发型呢 我们的 彩剪就用EQ等样彩剪呢 已经跟他完成 接下来呢 我们会跟他去做颜色 装面 以及造型和拍摄 我们期待最后的结果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